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见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今天那件事 英国人趋向终身租屋 私楼家庭租客无起 未来五年投资到 830亿 又是这样说 吸血 哈哈哈 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还没说到爱门之前 想分享一下 其实呢 现在的租货真的很贵 例如 我说个例子 例如 一个G12的近加拉斯哥大学单位 我现在有些朋友就在那边 一年前租就900磅 或者900多磅一个月 现在我最近 我有帮个亲戚取租 两个房子已经租到1300磅 两房租到1300磅 基本上想说什么呢 升幅很惊人 跟算认 blaming 但是在voy 我给认 finding 1800磅 认 Hussein 什么 这个算是144 Steff 上次是否购买客户 一房间也要购买96万 是否98万 他已经购买到98万 但也购买不到 所以很麻烦 今天又帮他看另一个盘 另一个盘还搞笑 又是他之前在旁边的盘 那两房间的阿叔还跟我说 我认为嫁高借得 我还在这里住 没有closing day 慢慢和你磨 明明是我大把时间慢慢和你玩 你们嫁高借得 是这样的 我老爸说我还会在这里住 那么夸张 又是这么说 我觉得英国的房子 真的不停地升 我说那些钱是不变成的 我真的不知道 继续讲到文 提到英国楼 大家可能听到 buy to net buy to sell buy to net 最为人熟悉 个人业主 买放租后 buy to sell 和buy to rent 质指地产商 投机 机构 出售出了话 今次说一下 现时英国的buy to rent 市场的情况 一般 BTR包括长租公寓 服务式公寓 学生公寓等 租期大约三年起跳 今年这类型的出租物业为私人业主大来竞争 尤其是大行11月报告显示 疫情期间 英国BTR市场表现强劲 入住率和租金率收入稳定 吸引不少追求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和 长期回报投资限入场 跟着 其实英国越来越多人 选择终身租屋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因此提供长期的租资公寓 开始受欢迎 来方数据指 现时有27% 私楼客介乎于35岁至44岁 比起10年前的17%增加 而这些年龄层的租客增长最为快速 他缓一般认为家庭客 过去一年市区公寓需求强劲 说真的 以加拉斯多哥为主 在一间市中心的公寓 现在就算租给人 都好像要1,12磅 好像都要1,12磅 真的有价有价 今天我也有个 有个我们群组的熊人 我不说他什么字头 即是不说他什么 我都知道 他给了一个空报告 他说买现在家庭对面河 我叫他不要 他大概那层楼 90几万两房 他问我好不好 我真的叫他不要 我说 你用90几万 我情愿你用90几万 买个市中心一房 都比买对面河两房 都好过买对面河两房 有什么意思 你在市中心租到11,11磅一个月 你那个位租不到 而且那个位没有投资价值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讲了很多次 这些数据 投机 投资机构 大陆庞大商机 一些出名的投资机构 例如高盛 法通保险 黑石集团 等已经投资计划入场 自2020年计划投资 注入2.7英镑 再鄰近的地区 BTR市场 未来5年继续注入78亿 至今不加上家庭租客市场需求强劲 抗跌力高 空置率低 营运成本低 令家庭客市场吸引增加 接着 下面也说到 该库估计 疫情后 追住客 亦都对空间较大 有花圆物业 低密度社 社区感兴趣 同时也要相近环境 及社区做措施 这些综合未必卖得起 市场又缺乏高质素的出租机构 因此他们走到符合条件的近交区物业后 不容易搬走 而且对比市区物业近交区的出租物业 通常需求提供太多公共服务维修费 综合各种需求和供应因素后 预期BTR市场持续收到投资者业统 当然 这类工业必须为个人业主带来挑战 因此 若想在英国BITOLEC 要留意一下那些地区的BTR飽和 根据目前报告显示 有74% BTR位于西北区 我不知道是否加拉斯过 是的 西北区 即是说的人 曼切斯特 他说明曼切斯特利物土 其次15%的就是 德兰 月落定校 里斯特等 地区 准备落成的BTRT 西北区仍然佔多 有21% 另外东北区为21% 约克运 佔14% 下面有阿里耶 都读完了 阿里耶 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他这个是说BTR 是说BTR 即是说 那些是 是 叫做发展商 建一些房子出来 就租给人的 这个就是 那他说现在很 就是将会 刚才说 很多那些投资大行 就来英国做些什么 但是呢 他们会在哪里做啊 现在就多数在曼切斯特利物浦 或者 东麦德兰 就是 诺定校 里斯特城 这些地方 就是 西北边 就讲到 这件事而已 那 其实就会影响了那些单头 就是有些 buy to let 那些单头 那些业主 就会影响到 他提醒那些人呢 如果你做buy to let 你就不会走去这些地方 做啦 就是你不要在那里买 跟着租给人 因为已经 可能 这些地方可能会接近饱和 这样的意思而已 这篇文章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BTR 就就是说 那些发展商 是自己有 买了地 自己起楼 自己租出去 就好像刚才那些 公寓 酒店式公寓 或者那些 学生宿舍 那些 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这样租出去 他这篇文章就是这么说的 你听到Chris哥说 Chris哥都想你学到 听到一些东西走的 我和你说 有个听众 打电话来跟我分享 有一个曼切斯特的 他就跟我说 都不是他只说的 他说 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 曼切斯特的宅舍 值200多万 300万 但是很多空置 不着想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还要是List Hold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么贵呢 为什么要有投资价值呢 他都觉得 他住在这个区 他都觉得莫名其妙 没理由 没有理由 这些房子值300多万 还要List Hold 还要是 空置率这么高 他都意识到 有个问题 我就是这么说 我刚才说 我告诉你 那个人是在曼切斯特住的 我跟那个人谈 我说 苏格兰的宅舍 就算是在加拉斯哥大学那些 都是List Hold 不是List Hold 那 性价比哪个高一点 你自己想 我就跟你说 性价比 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曼切斯特 我都不阻礙你 有些人 真的很喜欢曼切斯特 要跟那个叫哪个 那个叫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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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曼切斯特 那个呢 可能教授 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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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鄰居 我都不阻礙你 但问题 可能是 吴教授住宅舍 可能是非好你的 哈哈 我这么说 你自己想想 你觉得曼切斯特 是否真的值得投资 你自己决定 因为钱是你不是我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 分享一下 刚刚那个 住在曼切斯特 那位朋友 看到的体验 那几个月的体验 他的意见就是这么说 他也是在宿格兰 找房子 他都说 有机会 可能会搬到宿格兰 住 又这么说 你喜欢在哪里 你自己选 克里斯哥 只是把我所知的事实 告诉你 我不会加 也不会减 就说完了 我没有什么补充 这件事我没有什么补充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没有什么补充 又这么说 落脚支持自己想清楚 再不是的 体验和生活 这类型的体验和生活 我贊成的 因为你是选择落脚 你不是说 我要试一试 应该对你 然后才走 我不会反对你 这类型的体验和生活 又这么说 今天如果大家有意见 有自己的看法 多点留言 给赞 分享 还有要说一件事 克里斯哥 有万哲斯特 都可以帮人看楼 虽然不是我看 说清楚 万哲斯特 不是我看的 我也是找了一个 以前在建筑做了20年的朋友 他也有建筑和标顶学位 他应该是建筑和标顶学位 我不知道 总之一定不会是师傅 找他帮你们看 不是我看 所以我只能跟他说 有兴趣 就联络我 对 苏格兰是我看的 万哲斯特 就要找我朋友看 我都会托他帮你们看 放心 他也很有经验 有兴趣就联络我 电话和电邮都在 就这么说 帮得到你们的朋友就联络 今天没有你补充 你有没有你补充 你有没有你补充 拜拜